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款库罗米团子的购置方法 然后呢,因为前面讲过戴眼镜的团子 所以前面头套和主体的部分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那期视频 让我们就直接从耳朵的部分开始吧 耳朵的部分就是先缓起三个短针 这个就是开始的部分,不是很好勾 所以大家可以把勾针换得稍微小一号 因为我现在,我之前,以前勾那些团子的时候 我都是用了三号勾针 所以呢,当我勾耳朵的时候我就把它换成二号勾针了 因为不是很好 特别是当你缓起只有三个短针的时候就不是很好勾 好的,然后勾支的那个教程呢 我就写在左上角了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文字来进行编辑 然后就是勾第一圈第二圈的时候就注意把那个靠我们这边的翻向外 就是在勾的时候需要翻一下 然后按住了再勾 因为我觉得靠外的这个靠我们这边的纹理会好看一点 好的,这样的话就按照这个就是大家把它耳朵的部分完成 就是捏着,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勾的时候,边翻,然后边捏着一点,捏着一点勾 好,耳朵呢需要勾两个 大家就跟着一个文字说明去把它勾完 好的,耳朵勾完之后呢可以直接引拔断线 那我当时想的我留的线都比较长是因为我想的缝上去 但后来还是直接用胶枪念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胶枪就不用留那么长的线 接着我们要开始勾蝴蝶结的部分 蝴蝶结我是缓起,然后勾了六个短针 之后抽紧线圈 引拔 引拔之后勾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之后还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一个长长针 长长针勾完再下一个针目继续一个长长针,一个长针,两个锁针,然后引拔 这样就形成一个弧形,就是蝴蝶结的半个蝴蝶结 然后再下一个针目做一个引拔 下一个针目就不勾做引拔 然后再到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二三第四个针目去做 继续跟之前的蝴蝶结半边那样勾 就是两个锁针,一个长针,一个长长针,再一个针目 然后第五个针目也是一样,一个长长针,一个长针,两个锁针,然后引拔 好,两个锁针,然后去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断线 断线,线头可以稍微留一点 这样我们要把那个线在中间绕几圈,形成一个蝴蝶结那个绑带的部分 然后把它线头绕到背面去收一下 有一点点线头也没关系,因为我后面要用胶枪把它连在耳朵上面 接着我们要开始,开始勾刘海的部分 刘海的话,应该它分大刘海和中间那个小圆圈和旁边两个小圆圈 这个时候我大刘海的时候是缴起,然后缴八个长针 这个时候我我勾的是,其实我勾的有点错,我只勾了六个 然后在形成圆圈的时候就是,不是很圆 其实如果勾八个,勾八个长针是最好的 大家就按照八个,八个长针去勾 然后,勾完之后直接断线就可以了 然后小圆圈呢,小刘海呢,就是勾六个短针 缓起,勾六个短针,勾两片 然后断线 对,勾六个短针 然后,勾八的创针 然后,勾六剧 好的,然后我们把耳朵的部分给它填一点填充棉 然后接着就是用脚枪开始工作 贴大刘海贴在正中间 小刘海贴在两边 耳朵给它 耳朵我还缝了一下 就是缝了两个交叉的线 就作为耳朵的装饰 这是耳朵还是帽子 我也说不清 你对库罗米不是很熟 大家就看着自己做装饰吧 这个交叉的装饰搞完之后就直接用胶枪粘合把狐狸结粘在耳朵上面 然后耳朵呢粘在团子上面 好了耳朵,刘海,蝴蝶结都搞完之后就开始给它缝制眼睛 其实这个团子算是我做的比较失败的一个因为我之前没做过小娃娃 所以呢就算尝试吧 然后眼睛总感觉也不对 勾了好几次,录了好几次 然后我发现就是眼睛中间间隔五个帧目会比较自然一点 大家呢就看着自己的勾 然后再缝一个横线的嘴巴给它涂点腮红 这样一个团子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作品 所以呢大家有好的方法也可以分享给我 那拜拜咯